你就算想講幾多話 但是這個世界都是講法律的 不是別人湊了十幾年 你就說要拿回就拿回 那個是我命根 你憑什麼現在拿回 我自己年紀都不是小 我也希望之後 我能夠說了我自己的故事 離開香港的時候 兒子差不多是四歲多 我記得應該是2004年尾 因為他兩歲半 他就証明了他有自閉症之後 我就走一條很艱難的路 沒有想過兒子自己有事 當時的心理就很大打擊 魏斯陪丹下兒子Royce之後 兩歲半確診自閉症 他一直相信會有好轉的一天 亦都不斷尋求治療的方法 甚至求神問簿 我已經照顧兒子很辛苦 沒有理過兒子擔心過 這件事是我很難受的一件事 他給了錢就叫你上治療 離開的導火線是有一天 他聽到對方說了一些很傷害的說話 因為情緒不穩定 就有很多壓力 每天還有接到一些騷擾的電話 打來不出聲 一些女人打電話 說你帶兒子看醫生過馬路 小心點 如果接到這些電話 我最多就切了他或者什麼 但是是一個和自己在一起十幾年的人 可以這樣說 七年加上生了兒子 還要承起一頭架 魏絲培自然練得十分堅強 但連串打擊令身心疲憊的他 站在落地玻璃槍之前 曾經想過就這樣跳下去結束生命 幸好我自己控制得到情緒 就是那一晚開始 我就決定要離開 還有兒子很重要 那時黃金期 即是所謂自閉症裏面的六歲前 我一定要爭取這兩年時間 因為好不好回來 都是看於 Royce 證實幻想嚴重的自閉 只停留在兩歲孩子的智商 他決定移居 對自閉兒童 有更多設施的新加坡生活 一住就是十一年 我走那時四歲那時 頭六歲之前 去到一年又看他三次過來 到六、七歲之後 可以這樣說 黃金期過了 兒子都很不回來 過來看他都浪費時間 即是我覺得 他通常一年 過來看他一次 或者 對 一次 藝絲培說 有次發現 黃玉郎去星馬 都不去探望Royce 他很生氣地問對方原因 對方說 即是去參加朋友的婚宴 根本抽不到時間 這個兒子對於他來說 都是不重要的 現在你覺得兒子要重要的話 你應該 小時候你就 你可以說 你現在到處說 你要拿回兒子 你早點的時候 你不去拿 疑似培因為生病入院多次 為怕再出事 沒有人照顧Royce 2014年回香港 更為Royce 順利申請入住 香港政府資助的自閉兒童學校 好盡我這一生 足不道已跑開 一生何求 迷茫裡永遠看不透